這個一定會有打得出來的,有沒有?拿六個面嗎? 你們同學們哪個打出來? 好,請坐,這六個字包括六個發明。 首席,隨席,自席。 前面三個,滾,不加席字了。 緩,靜,靜頭的靜。 這六個字叫六妙門。 那麼現在一般,我們歸內所有的氣功啊武功啊, 通通練氣功的都就這一條路。 你知道嗎?中國的武功、氣功、道功和還有很多的避命的發明, 過了半天。 多久的六妙門的,前半節三個字在發明。 再加了一個避命的舊女。 歐馬尼白米紅。 六字大明咒。 四筆觀音菩薩四字手的六字大明咒。 八向九咒。 四方、八拓 unnecess眼。 歐馬尼白米紅。 哄,实际上跟去脉有关系的哄,这里。 马尼白米哄,这是四帝观音的六字大明咒,属于密宗部分。 你去查查看,一般有特异功能的修特异功能,修器公司的,修病子的。 去了这几套以外,没有第二套。 当年在北方,这几十年没有了,还有个教派,叫做黄河南北,叫李蒙,李教。 李教,不求业,不喝酒,战律很青年,都是在家人。 所以一来,一看那个样子,你是在李的呀,不错,我在李,到李那个李,李教。 李教也有密宗的哦? 李教,说五个字的咒女,有个咒女是五个字。 传给你了以后,你好好去收,刀也砍不正,枪也打不正来。 噢,那个神通广大。 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,都要去摸一下看。 这五个字的咒女有那么大的威力,而且不缺身地念。 要命的时候再缺身,威力大量。 结果就是叫师父拜师啊。 要供养,拿供养,要磕头,拿磕头,不管磕头,连磕腿都干了。 连两头腿跪下来,连头跪下来,只要你船跟我能够得到。 好,结果传了。 五个字,臂密经验哦,六耳不同传。 你两个人,师父,六个耳朵不传了。 只能他嘴唇传到你耳朵了,这个臂密吧。 结果传了。 五个字,我现在把它公开了。 你们好好去收,也有威力无比。 那五个字,要不要? 要不要听啊? 好奇的又来了,好奇的朋友。 那五个字哦,臂密的好哦。 乖、十英、佩萨。 诶,你们不要笑啊。 为什么你我们厌弃不领啊? 就是因为跟你这一笑笑坏了。 真的哦。 他绝对的诚恳,相信那个精神后遗,他绝对是作用。 所以我讲我这些精神经历的故事。 我给你听,我被释迦牟尼夫败的那些旁门走到的,那玩得多了。 还有,在武汉那个该段,湖南有一派,一杯水拿来放在手上。 都不是出家中和在家中。 你生病,念族了。 念完了,那就好了。 病就好了。 整掉。 我说,也是三教合一的。 哎呀,这个很奇怪啊。 结果又去白蒙。 哼,那很困难哦,还有什么影理诗啊,影证诗啊,这个诗,那个诗, 已经把你一生都诗破了,然后再找到那个老师,找到了,就是传了你道。 嘿,他们用得领,我也不领, 跟你们一样的,观世音菩萨,你们嘿嘿一笑,他们也不领了嘛。 结果他全跟我什么东西啊,我以为也是大悲酒啊,也是密酒啊,不是, 大学之道,在命,在清明,在自娱自善,自自有,好顶顶,好冷静。 哎呀,我十一岁都背得瓜一样熟了,还听你这一套。 诶,可是他们用得领。 说领域不领,不在经典,不在诸女啊,还是敏捷中国文化山,都是情之领。 所以基督教讲信者得救,不是没有道理啊。 啊,就是这个道理。 好,这样子把六妙门不要扯开了。 可自在大师的六妙门根据什么来的呢? 大牧残征来的。 残活了。 大匹菩萨人,这些赤利子啊,牧烈征者等等的剧作。 修持法门。 所以大家的日本,中国很多时候都在熟悉。 熟悉。 大家坐来,听自己的复习。 进来,出去。 这个你们都听过的,对不对? 都说过的,不要浪费我的嘴巴了。 是不是? 都知道吧? 都听过吧? 啊? 熟悉不开口,诸佛菩萨下不了手。 你们都不开口,那什么的啊? 都听过了没有? 好,对了,就可以省下来了。 所以我强强讲,你们熟悉,怎么叫熟悉? 根本就不懂。 一阵,一阵,熟一,二, 你熟的一切熟以外熟,回家熟到熟,倒转来熟, 熟了半天,还在复习。 复习是生命法,搞些什么东西。 大木产生,整体整得跟你讲。 这个法门是根据什么? 大木产生,叫熟阿罗波罗。 阿罗是初西,波罗是如西,翻文在翻译。 在中文简称出入西。 你们听完了,你等一下就可以打起做了好多时间。 请到很快,请公演很快。 现在,首先一个问题要解决。 在所有人熟悉的观念, 多少都做起来, 收出入西。 收了半天,一个影子都没有。 假定在座有一个人收出入西的, 有一点声音, 我一望儿子就看出来了。 好。